嘿 大家好 這邊是KurbonKlaus 我們接下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剛剛介紹的這個呢 它是一個什麼 Output的動作 那麼我們有沒有辦法知道 它所謂的Input的動作 就知道它回來的 到底花多少時間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把程式稍微改一下 我們把Input的部分把它放進來 所以同樣的呢 我們會有什麼 有GPIO 然後等待的那個 你要等待高的還是要等待低的 然後再來就是 多久之內呢 它沒有去做這件事情 那它就算失敗了 好 那首先為了這件事情 我們要先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算時間 那我們來算點時間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 來算點時間 就是部分 然後它所有的時間呢 從開始到結束的時候 到底花多久呢 事實上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指令 就可以取得所有的時間 好 那我們把它稍微的改一下 這個U型的部分把它稍微補下來 然後GPIO的部分呢 我們從UP的部分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一個印的 改成一個印的 這個就不要了 那如果這個 我們通常都不用到的話 那我們這個就不要用 那Input的部分 我們就直接就用了 好 所以Input的部分 你要怎麼去做呢 很簡單 就是傳進來的時候 先去判斷一下它到底情況怎麼樣 然後再去修改就可以了 好 那從進來的時候呢 它先去判斷它的值是什麼樣的值 我們先把它的 HIGH跟LOW的部分 把它放進去 這是做什麼呢 先判斷一下 它是不是不等於它的這個情況 因為進來如果是等於它的值的話 就沒意思了 好 然後完之後 它做切換的時候 如果不一樣的時候 再把總數的時間把它刷出來 好 好 好 我們來試一下 OK 好 那我怎麼去用它呢 我們來寫個程式好了 也是一樣 我們在做程式 這邊呢 在這個水裡面去做這件事情 做什麼事呢 我們也是一樣透過一個不好的寫法 就是透過一個無窮迴圈 然後來讀一下這個按鈕 那這個按鈕的部分 我們當然去做import的動作 那我們就為了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再多做一個 我們再做一個pin 我們把它命名為一個叫做trigger的pin 好 把output的部分把它改成什麼 input 對不對 點input 好 那把這個接角的部分呢 當然就把它做什麼 做個宣告的動作 trigger的部分把它做個宣告 好 漂亮 這邊就有了 好 那這個動作呢 我們來判斷一下 如果它是高定位的話呢 也就可以了 那我們在這邊呢 這個 最後一個參數 看各位要不要啦 最後一個參數 我先把它拿掉好了 它有的時候 你應該做一個所謂的timeout的動作 因為有的時候 它才是花太久時間了 我們就先把它拿掉好了 不做timeout的動作 就什麼叫timeout呢 就是 如果它一段時間完全沒這個反應的話 那就離開程式嘛 不然的話它是永遠一直停在那邊 所以我們就把它稍微改一改 好 回來的時候它是一個什麼 Double值 Value1 好 那我們就透過我們剛剛的message 但那個刷面呢 先把它調整一下 D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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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 D D 就是要拿 D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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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先把这个拿出来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摆了一个什么 就是把一个button 把画面稍微掉了 各位不想没有看到 有一个按钮 然后这个按钮的做法呢 就跟我们当初 说明所提到的按钮的硬体的做法 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整层次起来的时候 我们再继续 改成什么呢 我们来制造一个计时器好了 因为我们在多工的环境之下 如果马上去更变 去修改那个画面的话呢 那一行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我们就把它做个计时器的部分 然后把它计时一下 并且去更新一下画面的资料 所以就是每0.5秒呢 我们就去呼叫计时器的动作 并且呢 把画面的内容呢 把它呈现在上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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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来磁性一下 那这是磁性的效果 那我稍微把画面稍微调整一下 好吧 那就是按钮跟LED灯 那稍微各位可以看到这两个 然后右下角这个是秒数 那我按下去 好 分开 那这边大概会delive5秒钟 所以我们大概稍微看一下 好 12345 放开 12345 画面再更新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那我们就按下去的同时呢 它就开始计时 那因为这边 萤幕解释 呃 那个 萤幕截局卡大概会慢5秒钟左右 所以各位看到的反应 它大会慢个5秒钟才会显示 好 所以这个功能呢 很重要 好 那我们等一下呢 请大家先透过按钮的部分 先把这个程式给做出来 然后 然后看看等一下 好 我们等一下再从下一个专案里面 再做一些更复杂的 好 好 这边是科广科老师 这段影片到这边都来段落 好 拜拜